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上上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那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对 下面继续讲《菩萝摄颂》 《菩萝摄颂》里面现在正在宣说内摄持 也就是说 知菩萝 菩萝 弥多 那么昨天前面已经讲了它的本意或者真实的本体 菩萝的本体是空性这个道理意语已经讲完了 那么今天第二个就是讲它的比喻 薄弱空性的从比喻方面来知道薄弱的甚深意义 也就是说是空性的道理 前面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如果女相因法度度为如泪而昏灭 凡于知我 许我说我想非证念生事 他这里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说明一切万法 本性当中是空性的道理 也就是说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这样认为的 这个石油的 外境的法不存在也说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外境不存在的话 那么知取它的分别的心怎么会是产生呢 如果依靠外境存在而产生可以 但是我们分析的时候确实外境也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但是好像分别心应该存在 那么下面讲分别心也不存在的 比如说当一个人自己顾虑想已经种了毒 毒已经入于自己的身体当中 然后当它产生这样的分别念之后 尽管外面确确实是任何毒药都没有入到你的身体当中去 但是你的妄想分别执著所因法 确实是人们在自己已经种毒了极其的恐惧 就非常害怕最终的话这个人很有可能会昏聚 这是我们平时也是世间当中 胆子比较小的人面前说是魔鬼来了 敌人来了 或者说是别人准备杀你的话 那么虽然外境上没有发生真正的一些敌人 魔鬼之类的危害的原地 但是他内心的恐惧感最后他身体上也是发现种种恐惧的表现 所以说世间当中外境上即使没有内心产生而引发的现象相当多 佛经里面也经常讲万法为心造 确实以前有关经论的故事当中也说 这个印度路易园有一个妇女她观想自己的身体是老妇 后来确实成了真实的老妇 龙摩菩萨的一个弟子他在观修过程当中在自己的头上长脚 后来人们都亲眼目睹真正生脚脚了 还有诸如此类的公案和比喻相当多的 这些并不是说外境上是真实的存在 包括现在的一些医学也是这样认为的 以前有一个东北的病人他在医院里面检查的时候 一生证断已经说他是得肝癌他得肝癌的话 当下确实是身体呃窗不息 精神失常 听说在四十天当中他就受了二十斤 因为他觉得的确是病得非常严重 后来到北京去再次做证断的时候 专家医生说这是一种无端 其实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癌症的病 后来一听到这样之后他就马上身体有了精神 有了力气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经常有一些恐惧症 这种恐惧症起心理的作用 所以以前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叫做马丁加德纳 他专门研究很多人的心态 他研究结果没过的六百三十万癌症当中 他说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以这种病恐惧当中 也就是说自己已经下逃了最终二十个死亡的 所以他后来经过很多年做誓言 包括在关在监狱里面判死刑的人 在他的身上用其他水管里面的水掉落的声音 他的手腕上做一个小小的伤口 结果这个水全部好像已经滴完了的时候 这个人也是死了其实血根本没有流 但是他认为他现在已经该到盘死刑的时候 他身上的血全部已经流完了然后就死了 所以我们平时心理的作用的确是很严重的 现在很多医学界有时候他根本不能了解病情 他随便证断一个 结果病人没有得癌症的已经以癌症的恐惧而死亡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说了 任何一件事情并不是完全是在外境上真实存在 真实存在的话那么也是情有可原的 确实也是不存在的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世界上所有的这些没有通达人物和法无物的 就是凡夫众生凡夫众生他们首先是对我的执着 乌云居合本来不存在我的一切尸体但是他去执着 然后有了我的执着以后这是我的家庭 这是我的财产 这是我的身体等等 然后对我所知进行承讯 然后如此非真实的 也就是说颠倒的 这样的一种妄想的妄想自作让我们无始无终地 流转在三界轮回当中一直漂泊感受无边的痛苦 所以在《入中论》当中也是说 我最初说我 二知我 此言我所则则则划 如谁扯转 无自在 说我们世间当中的这些众生现有了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只为我 有了我 依靠我的妄想而执着我所法 有我和我所在整个轮回当中一直得不到任何的自在 一直扭转在轮回当中 所以我们应该明白在真实的实相当中也好 或者本体当中其实所谓的我和我所 绝对也是不存在的但是不存在也是提使众生去执着 这个执着很可怕的本来不严重的事情 他反而认为非常严重然后一产生烦恼 一产生烦恼整个你的生活状况就开始进行改变 一瞬间一个念头改变你所有的一切 物和密之间的差别确实很大 所以禅宗经常成为一年间一瞬间的事情 听说以前台湾有两个大学生 两个大学生在读大学的时候也是谈恋爱 然后好像已经念三年了 念三年都互相非常执着 但后来女朋友要求她分手 但是这位男的一直不愿意这种实在没办法 后来她发现这位女朋友有另外一个男的跟她一起 有一次她为了观察他们 她自己开着车去寻找 寻找的过程当中那个男的骑着一个摩托车 然后说她自己的女朋友紧紧地抓着她 他们准备到这个学校去 当时那个开车的人他一年前 他就生起极大的嗔恨心也就是说炉火上升 然后他自己开车一直奔向闯着他们两个上面 然后他一窗过去的时候两个人都倒在地上 摩托车也是可能坏了吧 然后他一直开过去从那边转过来 转过来的时候这两个人都没有死 然后他的嗔恨心还没有小 尤其是他对那个女的特别地生气 车一直开到女的身体上压了一次 用这个车来压一次 然后他到那边去又开始转回来 又转回来的时候他准备把那个男的也是窗死 这个时候他好像躲到另一个地方没有窗到 后来警察把他抓了之后问他你为什么这样 他说我一年间一年间太生气了 因为我以前太执著了一看到这种情景实在是人无可忍 一年间的确我们现在世间上的很多人 一年间将自己所有的一生也好 来世也好 全部都毁坏了 实际上在外境上并没有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但是他的心没有转为道用 没有转为道用的话可能一辈子地后悔 但也没办法的 从好多方面来讲以前应该在松草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文殊四叶禅师可能你们都听过 他以前在家的时候杀猪的 每天都是不断的天天都是杀猪 后来有一天他看见动物身上的一些痛苦 看见之后有点不忍心 然后慢慢产生悲心 产生悲心以后他当下放下马上生起出家的念头 当他出家以后说是有无心了 确实不单是一个出家人还有一个开悟者 他后来写一个颂词叫做 昨日野叉行 金草菩萨面 菩萨与野叉不割一条线 昨天像野叉一样 是个屠佛 今天显得菩萨像出家身体也很庄严 然后心里极其慈悲而且对佛教也有共享 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以前也确实无恶不作的 做了很多坏事当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好 社会上也好自己想起来的时候的恶心 现在包括有些出家的法师也好 还有一些学习各方面的无心很不错的有些人 他一想起来自己以前不学佛的时候 以前心外道的时候 以前在社会上干各种坏事的这些情形 一幕一幕地浮现在自己眼前的时候 有时候自己都是无法想象 但实际上你真正了悟到一种境界的时候 一瞬间原来的妄粮分贝可以当下断掉 然后你的无心就像眼光照射大地一样 就是马上可以出现这是一个人的心当中 就是物和密应该说可以很快地 有差别心的方式来现前 因此我们在这里也应该知道 三界轮回当中的这些众生 为什么他们如此痛苦如此迷茫漂泊呢 就是没有无心 只有一点点 他只要懂得这个心的本性 或者一切万法的变化的本性 无常的自性 那样不会如此去执著 去贪执 或者去追求 得不到追求的时候欲望无之境而感受极其的傲伤 就不会这样的 所以我们作为学般若法的人 我想始终都是要有一种无心 什么样的无心呢 当然禅宗有些书里面说 所谓的开悟值得诚服但我觉得不一定那么高 应该是我们从名言当中的 或者说从空性方面的一些认识 这种认识不同层次都可以出现的 有些人他认识万法都是无常的 包括我们身体也是没有什么可执著的 当你身体拿到殡仪馆的时候 过一会儿的时候就变成毛炎炎了 一瞬间就没有了 基本上不需要一个小时了 那么人死了也是这样的 人死了不需要几天了 然后你的身体有些地方放三四天 有些地方放七天 有些地方一天都不放 死完了以后马上把它活化 活化以后就很开心了 从此之后你这个人永远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间 当你人间的时候什么都去执著 以前有些经典里面说 有一个人说我拥有的财产 我拥有的妻子 我拥有的地位等等 后来佛陀说你真的拥有吗 你想一想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我们说是我的房子但实际上不一定是我的房子 等一会儿起火了一下子火焰把它吞掉 不是你的房子啊 然后你说我的财产不一定是你的财产 到这别人全部投广了不是你的财产 是已经原地的财产了 所以有很多事情我和我所知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我们从简单的一个道理来这样说吧 否则太甚了我想很多道友 尤其是我们这次讲薄弱的对境 大多数都是刚学佛的有些居士 也有一部分是知识分子 但是现在的知识分子对佛教的有些属语 并不是特别地了解 所以我们要讲的让大家都要明白的话 有一定的困难的每个人的口味都是不相同的 有些连字都不认识的 有些研究生 博士生全部都读完了的 有些人喜欢白味有些人喜欢其他的味道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演讲者让全部都心满意足 都发泄充满的话我觉得除非圣者以外 一般的人来讲是很困难的 但是大家如果自己去想有一个共同点 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 大家都是愿意接触自己的痛苦 同时也想得到快乐 罪求应该说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有这样的 比苦求乐的一种目标 所以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 我们共同学习《般若法门》来分析 这也是应该有一些必要 那么下面讲如是宣说之结尾 如是执着所然物我所所清净 此物称为然于精 菩萨证物智慧度 尽管我们前面也做了一些分析 所以在世相生意当中不管是我也好 我所也好 一切万法的确是不存在的 但是在世俗虚幻当中未经观察的时候 所谓的我也是存在的 然后我所说的一切法也是存在的 那么这个我们称为然法 佛经里面经常讲然和清净 这叫做然法 如果按照万法的思想或者以中观的观察方式来进行分析 进行分析的时候最终结果根本得不到我和我所 那么我和我所得不到的境界或者它的本体 称之为清净 因为一个是在幻想当中什么迷乱都是存在 就像我们做梦一样在梦中山河大地的幻觉 迷迷糊糊地存在这叫做然法 当你醒过来的时候这些梦幻的一切影像 全部都是无生无灭的这就是所谓的清净 这样的清净和然法其实在生意当中确实也是不能成立的 也就是说真正的视线当中这两者都是绝不成立的 然法也是不成立的 净法也是不成立的 所以在《何部精光经》 《经光经》有好几种吧 《何部精光经》是后面翻译的增加了好几卷的 就是这个《何部精光经》里面记得怎么说的呢 说是世尊知以为 精品不精品 不分别结果获无上清净 意思就是说我们精品指的是清净 不精品指的是然法这些都是不分别的 最终这样才能得到无上的清净 所以我们这里也是说了 如果真正的然法和清净法全部都是平等无为的 通达了这种境界的菩萨可以成为大菩萨 也成为通达了波罗波罗蜜多 所以以前古代有一个禅师叫做石头和尚 有些人认为叫做石头和尚听说他经常举在一个特别大的磐石上 大锚碰这样坐着的有些人问他什么是解脱啊 就是解脱然后他问你这个有没有束缚过 没有束缚过有什么可解脱的 有些人问他什么是净土啊什么是净土的话 他说谁勾染了你谁勾染 没有勾染你的话 怎么还要到清净的净土啊 有些人还问什么是涅槃然后他就回答说是谁给你尊死 就谁给尊死所以他以一种梵文的方式来 我们整个一切万法其实是无解无缚 无真无然是这么一个境界 但是这种境界应该是有无形的人可能比较了解 否则并不是很容易通达的 在本体的思想上就像《大宝积经》里面也说过 说是了知诸法如是想 常行生死即涅槃 知道了一切诸法就像真正的思想远离一切习论的 那么我们经常要行持什么呢 生死轮回就是涅槃它的本体即是涅槃的 什么以前《宗经录》里面也是记得讲的 真王尽然一切如法无二之心 古名为义 常啊 经啊 不经啊还有真啊 王啊 一切都是在无二的本性当中一体的 没有分别的那我们一般可能众生不一定是 通达这样的境界因为本体当中虽然没有束缚 可是我们的分别念就是自己开始困扰自己 世上本物是佣人自饶之自己 自己开始由分别念来束缚 我们可以怎样讲 其实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大家可以感觉得到吧 就是你今天听到一个不好听的消息 那么你的心里面始终都是有一种郁闷 或者很伤感的东西有这样的东西 其实真正的声音我们用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绝对不会害你的心 但是有这样一个世俗虚假的因缘的话 但我们的内心马上随着不同的因缘 要么快乐 要么痛苦这就是外在当中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痛苦怎么说啊 大家共同这样的一种学习 传习的话 应该说有些生活上确实有进步吧 因为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真理的确是说万法的真相 也就是说生命的真相 生活的真相 只不过我们有些人是认识 有些人是不认识 生命观和价值观不想弄而已 我听说有一个女人得的如方爱 爱症 然后他非常的痛苦 医生告诉他要切除 他就特别的痛苦他想如果切除的话 他家人不喜欢他 他不好看 一直痛苦 一直痛苦 后来得的犹豫症实在是接受不了 没办法面对 后来跳楼自杀了 然后在不久的时候有一个人也得到同样的病 但听说他是学佛的学佛以后他就说 就切就切吧 如生本来也是没有什么可真实性的 后来的确也是依靠三宝的加持做叔叔以后 他的家庭也是和和快乐身体也是健康无病 所以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的时候 这两个人得的病都是一样的 但一个人他因为太执著 他因为不能通达身体的无常性 或者身体的除皮囊的很多本性 他没有了我的一旦有了一些损害的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没办法面对 后来自己只有趋入思路一调了 那另一个人有很正确的方式来面对他 结果没有造到任何的危害 所以我们佛教徒学这些般若也好 学一些佛教的道理在思想观念上应该会得到一些改变 得到改变的时候你面对任何事物的时候 跟其他人应该说完全是不相同的 所以任何一个人如果真的是刚才前面所讲的一样 燃尽无耳的这种境界那倒是肯定会行持最深深的薄弱法 但即使我们没有得到那样的境界的话 对肉体的无常 对万法的空性 或者对轮回的痛苦诸如此类的很多深深的道理 当你了解之后在你的人生当中 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习欲 痛苦 忧伤之事呢 你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很好地去处理或面对 下面讲以必要交接精进薄弱法 就是要精进薄弱法方面分三个 第一个是稍微行持既得大福特 第二成为一切众生之因共处 第三成为为所化众生食道之事 首先讲第一个道理 下面下面也是一个比喻来说 就是我们平时在修行过程当中 行持薄弱法门当然你长期的念诵 长期的受持 长期的观修 那它的功德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 但即使没有这样的能力 时间和精力 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对薄弱法门结上善缘 也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和利益 也就是说他这里讲了一个假设的比喻 不是真实的比喻 是假设的比喻 比如说整个南瞻部咒的所有众生 全部都一个都不剩下获得了下满的人身 然后他们都在依靠善知识的知识下 发起了利益无量无边众生的无常菩提心 然后他们不是一天两天在千百万无数的劫当中 无数年当中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不是三界当中的一切可怜的众生 当然我们可以想一想 因为以菩提心摄持而作上供下施 那这个功德无法想象的 更何况说那么多的众生 那么漫长的时日当中作那么广大的上供下施 那这个功德可以说是无法用这个语言来描述的 而且回向给这些众生 他的利益和功德非常大的 我们平时都说大家几百个人 几千个人 一起念一遍普贤心愿品 以菩提心摄持念一遍普贤心愿品 回向一切众生的功德那就非常大的 更何况说所有的众生做这样的功德 那么这是一个功德 那么有些人对般若法门结上了殊胜的善缘 然后不说很漫长的时间当中 也就是说甚至在仅仅一日当中 自己开始思维般若的法门 然后在理所能及的范围当中 就是给别人进行宣说 从中所得到的功德 福德远远超过前面的功德 所以我想的确是如果你不信佛的金刚语言的话 那那铃铛别论了你要信的话 每一个人的确对般若法门不可放弃 前一段时间我都说了 我们有些辅导实在是世间集的话 那暂时不辅导也可以 但一听到这样的功德之后 看你们法师们也是在星期六或者在封边的时候 不能广说也是简单的辅导 最好不见到也是很好的 因为我们一直是前面辅导 所以这是你们根据看情况吧 如果实在辅导的时间没有的话 那么自己下面一定要讲完了之后 最好是看几遍 读几遍 这样的受持和行持的功德不可思议的 我记得在《大智度论》 《大智度论》应该在《七十四卷》里面吧 也是说了 说是离开了波罗波罗蜜多 在恒河沙树的劫当中供养三宝 就是不记一日行持波罗波罗蜜多法 你没有波罗波罗蜜多在恒河沙树的劫当中 供养三宝不能比一日行般若 还要说是如果有些人在恒河沙树的劫当中 供养虚托幻 恒沙树的劫当中供养虚托幻 那么这个功德不记一日行般若 所以在《龙猛菩萨》的《大智度论》当中 也跟这里面的讲法基本上是相同的 我记得我们在《金刚经》里面也前面都是讲了 比如说有些人上午的时候也是做很多布施身体 中午也是做布施身体 下午的时候也是做恒河沙树或者无数的布施身体 当然这个功德都是很大的 但有些人若服诱人 闻词经典 如果有些人听了这个经典 然后信心不利 欺负生辟 你生起了这样的信心那福德远远都是超过前面的 更何况说是俗邪 受词 读诵 还有为人宣说《金刚经》里面都是有这些教言 所以我们对般若法门的确是 哪怕是经常你呆在身上 那么你念其中的一些偈颂 或者说自己嘲笑 或者说自己受持 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 应该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应该生起欢喜心 有些人恐怕虽然人在听法行列当中 但是一直听不明白这个原因有两种 有一个自己没有全身关注一直在分别念大妄想 我昨天吃的什么东西等会下完课以后准备吃什么东西 我钱包里面有多少钱啊 然后我明天早上可以睡懒觉 再过几天我要不要做个什么其他的事情等等 反正人的妄想分别念无量无边的很多很多 有些人可能再这么很窒息地很专注地听的话 因为前世诽谤过般若法门 前世对空性法门不是特别有信心的 所以即生当中有时候分别念很难控制 可能有这么一个原因 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法听到你的耳边 你去行持的话这个功德是相当大的 所以我希望不管是我们现在现场这些听法的道友也好 或者通过光盘而接受法药的这些佛友 希望你们以后只要有因缘具足的时候你们要发愿 以后要弘扬般若法门 自己都是 只要有哪怕是一个人的话 我也讲般若所诵 我也讲金刚经 自己默默地这样发愿 一旦你这样发愿以后 我们人的潜伏智慧的力量是很大的 力量很大一旦真的是因缘具足 因缘具足你的四种弟子蜂拥而来 然后将般若法门的缘起自然而然成熟 那个时候你也可以把佛陀的这些三观法门 就是也可以传讲给有缘的这些佛友 其实我想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当中 真的是空性法门相当重要的 为什么佛陀说般若法门是那么重要呢 其实真正众生的烦恼根出 让众生在三界的苦海当中获得解脱的话 唯一的空性法门是它的妙妖 所以我们都要希求空性法门的原因是这样的 有些人说我从现在开始都是要弘扬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很好 但是你不能把一味的 你的所有的时间 你的所有的心思 全部放在一个传统的文化上 那这是一个皮毛上 即生当中一个暂时的行为 你依靠弟子规 依靠空梦思想 能不能从轮回当中马上得到解脱呢 见解也许是起作用的 但是直接就是我们的空性法门 而这个空性法门对每个人来讲 的确是需要懂得的 当然很多的凡夫众生对空性法门不一定有兴趣的 他们不一定喜欢听 他们就喜欢听一些感应 听一些奇迹 听一些这样那样的神通 这就是我们现在众生特别喜欢接受的 可是这些不一定马上能断除你相续当中的苦根 就是苦的根本 种子不一定断除 那么唯一的空性可以根除 我们相续当中轮回的种子 所以在座的很多道友对空性的人士 的确也是很重要的 以后我们的法师们弘扬的时候 也不要一直弘扬特别简单的一些法 现在社会上的人可能特别喜欢听一些 对他的发财 对他的感情 对他的名声有关的一些世间分别量的论点 但是这个就不能直接根除他的生死轮回的因 所以空性法门为什么诸境当中如是赞叹 诸论当中如是称赞的原因就在这里 因此我们自己弘扬的时候也好 或者自己实修的时候对空性法门千万不能放弃 有些人曾经虽然学过一些中观和一些薄弱法门 但后来因为生活的原因 工作的原因 家庭的原因 慢慢慢慢把中观炮至老后了 我以前遇过一个在学院里面 对中观很有兴趣的一位居士他带了很多年 他说我终生就不会放弃中观 中观就是我的名 中观就是我的身体 他当时就举了很多比喻我忘了其他的 凡是他说是中观就是名 中观就是身体 中观就是我的什么 但后来他因为自己的生活 各方面的原因到大城市里面去了 到城市里面去了以后有一次我在医院里面见到他 见到他的外在的身体还是不像学院一样苦行的 还是很好的他的领带都是特别长 但隔子不太高所以隔子不高的 有些在家人领带太长了不是很好看 不是很好看但后来我说你原来不是说生命是中观 你现在太麻烦了现在生活压力太大了 就一直没有看现在好像忘了好多年了 生命都忘了放弃了生命 所以我们有时候怎么说因为这个环境可能不允许 不允许时间不允许家人不允许这叫做无自在 无自在的话没办法看破 所以有时候修行人需要有一种自由 有了自由的话有自己的空间 有了这样的空间的时候他可以思维法力 这种甚深的法力通过思维有些人真正已经入于自己的骨髓里面 他不容易割掉 不容易放弃的 但有些只是你的法意在你的皮肤或者虚弱里面暂时循环一下 然后可能不一而非了 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 每一个人解说的法样我觉得还是有种种差别 下面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的 我希望我们坚持不惜 持之遗恨的 应该要趋入这一智慧度或者大家一定要在以后的 在你的有生之念当中发愿每天都是要读诵 学习 精进地去思维这一点很重要的 有些人很精进啊昨天有一个道友跟我说 他每天都是念的经基本上有十几个小时 就是每天念的经有十几个小时 金刚经 薄若经这个经那个经给我讲了很多很多的 要十几个小时我不知道他念了多少年了 应该问一问如果念的时间长说明有耐心 其实一个人的耐心很重要的 我看到台湾那个回光集他们今年好像是 现在出了第42顿 扎嘎山法讲究是41 还是多少 后来记得好像刚开始的时候 九八年吧九八年十一月份的时候 当时慈祥罗主堪布写许 我记得好像这样的 然后十多年当中这个回光集一直不断地出来 现在四十多本了 已经十多年了 其实一个人做事情的话我觉得耐心很重要的 我们学院里面有几个年轻的出家人 他们说我要编一本书 应该我们几个月刊 几刊 然后这个真的是一个月就再不见了 或者一个季度就再不见了 说明这些人没有耐心 做任何一件事情 刚开始的时候遇到一个环境的时候 可能念这个经 念那个经他可能愿意 但是长期地 恒常不便地去精进 这就是我觉得一个人的勇敢 一个人的善缘 不断地增上你的善根肯定是有结果的 做任何一件事情尤其是你的事情非常大 非常有意义的话在短暂的时间里面不会成功的 就不会成功的所以我们弘扬佛法也好 自己修学佛法不要想到是 这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现在城市里面的有些人 听法觉得很简单的就像七宫的培训一样的 就认为我愿意听般若波罗弥陀法 我已经听了三堂课现在已经可以了 好吗 成为一切众生之因共处 心胜不若愚家者其大悲无众生相 实质者众成因共 横行其事据事矣 所以他这里说行持殊胜不若波罗弥陀的修行人 愚家士虽然对于一切众生在世俗当中来讲是起于悲心 但是因为他通达空性的缘故 对众生不会有众生相 人相 我相 数者相 不会有这些相 所以他具有如此无缘大悲和 本性空性的智慧 智悲双云的 这样的智者不管是住在哪里 不管是居住在哪一个地方 他就是成了众生的因共处 众生的因共处在他面前我们去哪怕是 一点一地的食物作供养的话具有重大的事益 所以通达薄弱空性的人到处去化缘的时候 那么施主们一定要去供养他 所以以后我觉得汉地的有些居士经常分别不清楚 那个该不该供养啊是不是善知识啊 你们应该问你老人家证悟了 薄弱空性没有 如果证悟空性的话毫无疑问的 可以给他供养大车 大乡最美好的这些供品 全部都可以供养如果他没有证悟空性 薄弱空性不要说证悟连字面上都是不会解释 也从来没有听过的话你再考虑考虑能不能找到 真正的开悟者这也是确实很重要的 禅宗里面也说是不识本性学法无疑 没有认识本性即使你学了很多年的法 也没有很大的意义但真正通达空性的 境界是什么样呢刚才在这里面也是讲了 众生起一种无缘大悲吧 佛陀在《大宝积经》里面也说了 说是我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宁如无与涅槃戒当中而无与众生如与涅槃戒者 所以世间人看来可能这个话有点自相矛盾 但实际上是表面上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实际上没有什么可读的没有什么可众生 趋入无与涅槃的这样的事法绝对是没有的 一旦通达了这种境界的人那么我们可以对他供养 不仅是我们人可以供养而且乃至非人 天界的众生 都可以对他供养《大宝积经》里面也说了 如诸菩萨不离波罗波罗蜜多如诸天等 皆因供养如福世尊不离波罗波罗蜜多的这种高僧大德 不管是到哪里去不仅是人类天界等一切众生 就把它当作佛陀一样来做供养的 但是这个界限确实也是很难分别的 所以我们平时自己真正是不敢说完全的通达 薄弱空性但自己经常行持薄弱的话 如果你要接受施主的一些供品应该说 在因果方面可以能接受 这个作为一些出家人也好 在家人也好 如果你从来在你心当中对空性法也好 对大乘法 连信心都没有的话那么接受许多的财物 今生来世都是成为障碍之因 特别可怕 因此我们经常希望大家闻思修行 闻思修行的话那么你心里面自然然有一些境界 这种境界今生来世都是对你有帮助的 有利益 那么下面就是说成为众生世道之事 菩萨唯独长劫缘任天山土之众生 达到彼岸与世众主义精进心般若 他这里说有些菩萨为了长久以来 对自己结上父母之缘的人也好 天人 还有善取悟道的这些众生都是他们成立在痛苦当中 他们要得到三菩提的快乐或者解脱的话 那么一定要给他们宣说正法 那么宣说正法以后他可以能获得真正的解脱 所以说这种菩萨日日夜都是精进般若波罗蜜多 如果能精进般若波罗蜜多的话 那么一定会成为讲解佛陀教法的大师 我们真正所谓的法师我觉得还是要成为 薄弱的法师很重要的 我们这里讲《中观根本会论》 《中观根本会论》的法师应该是宣扬正法的法师 那么其他人当然也并不是说不是 但是在大乘佛法当中说空性的法 这是的确很重要的我以前所讲的一样的 这个空性法宣说的话 所有的诸天护法也实际上是帮助他 好像是《大方灯大集经》里面也说了 说是世人若行般若是如果行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 常为诸佛菩萨所保护 所以我们真正的法师以后一定要对大乘法门 利益众生的法门要宣讲 我们看历史自古以来的这些高僧大德并不是学者 现在大学里面有些教授 博士生 博士道士 他们认为我们也在学佛 我们也在修行研究 其实他们只是学佛 并不是说是修佛 真正的修佛跟学佛有很大的差别 而这些人不一定有无形 他天天都是用文字上开始学习 而我们要有无形 这个很重要的 作为修行人不要光是在文字上 真的是他空性的法门在自己心里面一观想 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境界自然而然可以见到的 那个时候你虽然没有见到如来 这一样的 若见诸相非相 即见如来 如果你见到了一切相 非相也就是说是空性 这个时候你就见到了如来 何人了得极灭法 必见自然如来尊吧 以前我在《中论诗学》里面用过一个佛经的教证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呢 对空性法门又说了真实的认识 在那个时候你都可以说已经通达了万法 你都可以说这个时候见到了一些如来 你的心的本性在那个时候可以通达的 所以我刚才讲的一样的 我们现在世间人不一定喜欢这些 但是人间不喜欢也没办法的就要我们讲空性 以后我们法师们还有在座的各位居士也好 普通的修行人自己修行佛法的时候 空性法门是不能离开的 给别人推荐也好修学 传讲的时候 一定要把如来最深深的讲法会传讲 这样的话你可以根除他们无始以来的 真正轮回的根本 否则我们天天都是弘扬如教思想 弘扬道教思想弘扬世间的一些简单的 我们的发财如何发财如何念诵如何唱诵 你唱得再好听我们还是随喜功德 噢 这个人的生意很不错啊 营养顿素很不错很不错 但是实际上他能不能完全依靠一种生意来接触 不一定的 每一个人应该在自己的相续当中种下空性的种子 有缘者依靠他的能力马上开悟 就接触一切灭活的即使你不能这样 但这个空性应该在生死流转的轮回当中极其重要 现在世间人说其他的比如说结婚的日子很重要 原来我遇到一个老太太她手上有一个戒指 我说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多少年前我的老公给我留下来的 你给我多加持一下我说本来他有加持就是我不用加持 他认为这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 但是我们觉得真正是听到了空性的法门 或者你得到了这个法本的话 那这是在一生当中乃至生生世世 对你来讲是无上之宝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 因此首先我们要有这样的人身 然后对空性法门生起欢喜心和信心 进而不断地修学修学以后会有一些开悟 领悟 在这个时候你不可能不度众生 一落开悟的话你不可能天天都说 我现在已经开悟了天天睡懒觉 哪有开悟者天天懒惰天天睡懒觉 不会有的 所以那个时候有自然而然的一种推动力 你会每天都是度化众生 那度化众生哪怕是 就像《乔诀宝藏论》里面说的一样 哪怕是你说一句话的话 有无量的众生得了不同的利益 所以我们对空性法门一定要有信心和欢喜心 今天讲到这里 欢迎讨讨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